哈喽大家好我是欧比 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疗愈小物 如果你平常是容易失眠 或者是静不下来的人呢 这集我会分享一些我的疗愈小物 然后这些小物的功用 希望这集影片可以帮助到你哦 那第一个东西是我之前有分享过的 他是一个满月波 那这个呢他是1.5公斤的 那他的声音是85赫子 就是声音稍微比较低沉一点 那当初我去选这个波的时候呢 老师就是有把这个波敲出他的声音 然后还有在我身上瞧瞧看这个波适不适合我 那他整个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他是一个比较有手工感的 就是上面有这种刻字啊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他们的帐纹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他的声音我很喜欢 瞧给你们听听看他的声音 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他在我的身边在震动 然后我很喜欢他在我身边震动的这种感觉 那有时候呢我头痛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放到头顶 然后再敲 然后就会觉得整个身体就会很舒服 跟着他的震动 然后慢慢让心情稳定下来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呢是我在周末的时候 或是有时间我就会敲敲他 有时候身体不舒服 我也会把他放在我的身上敲 所以这个是我的很喜欢的一个疗愈小物 第二个东西是我最近很喜欢的刮痧 那刮痧呢有刮痧板啊 然后有一些人会有波金棒 那我自己用的是刮痧板跟刮头的 这两个就是我最近用的刮痧的工具 那这个是可以刮头 然后还有他这边是有一个这个角 然后是可以按这个眼睛的穴道 或者是你可以把他这两个角 这样子刮在你的这个下额线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像梳子一样 就可以直接这样刮头 刮穴道真的是超级舒服的 那我自己呢就是在这个旁边 太阳穴的地方到头上面这个地方 很容易很紧然后很痠痛 所以呢我就会用他 然后这样一直刮这个地方 或者是用这个角的地方这样刮 刮这里很舒服 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把那个虾皮的连结放在底下 这个很便宜 他有各种不同的材质 然后有不同的形状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 他是比较普通的粉金的刮痧板 那这种粉金的刮痧板有贵的也有便宜的 他就是跟材质有关 那好像有些人会卖那种一两千块都有 我这个是在英哥的一个小摊贩买的 其实就是这种粉金很普通的刮痧板 那他的形状就是一个暗性的形状 这个凹槽的地方就是可以这样刮我们的这个底下轮廓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地方就可以刮大范围的 然后眼睛的地方你就可以用这个尖尖的地方刮 然后额头呢也是用尖尖的地方加上你这个大范围的地方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用他刮我刚刚说的这个容易头痛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个晚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咬紧牙梗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很酸 所以我就会在这边做波金的这个动作 刮完这很舒服 那这个跟刚刚这个的差别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偏向是比较大范围的 因为你们看这个圆圆的地方它就是比较粗 然后这个粉金的这种角就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小的去剥一些比较细的筋 所以就是看自己喜欢的剥筋或是按摩的方式 去选择你要用的工具 那在平常呢我就会点香或者是我觉得整个氛围 或者是家里的味道不是很好的时候呢 我就会做一些厨绘或是进化 那这个上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点香跟放一些厨绘小物 把它点起来的一个小台子 那这个有一个是可以夹东西的小夹子 然后还有这个 是我已经用很久了 所以还有点就是被烧有那个痕迹 它上面就是可以拿来点各种香啊 或者是放这个木头在上面 那这个木头呢就是我平常拿来做进化 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很舒服的硬家圣木 很多地方都有卖这个硬家圣木 我这一个就可以用很久了 直接点燃它 然后就可以维持那个香味在整个空间 但就是注意这个要让它洗掉之后你再离开 因为上面就是你点了它就会有火 那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的疗愈 然后里面就是有那种木头透出来那种精油香 那这个是它的包装 我有留着硬家圣木 是在疗愈绿洲买的 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块还没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地蓝鼠尾草 一样是疗愈绿洲的 然后它里面是长这样子 它的屑屑会掉出来 我就不拿出来了 它里面是长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整把这样熏 那很多地方也都会卖这样子的 这个鼠尾草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可以进化 这个环境 那我周末的时候呢就是会点它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的那个硬家圣木 然后通常会在周末第一天 然后先把家里的环境打扫一遍 然后之后再点上它们 它的味道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草的味道 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呢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然后它跟一般我们闻到那种滩香 那种香香的味道不太一样 它真的就是一个草的味道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很多地方都有卖 然后可以把家里的环境稍微进化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之前大家有问我说我点的香是什么牌子 然后我今天就顺便把全部的香 把它给拿出来 有几个是我之前去京都买的 但是台湾好像没有卖 然后也很少找到代购 这个是香彩糖的 是在京都买的 然后它很特别 它是很复古的这个香 然后呢里面就会有这种很短的香 那这个味道 它就是掺杂很多种的那种谈香啊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香料制成的 很宁静的感觉 它就会有古都香啊 起源香 然后一样是红色的 我觉得味道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我之前会买这个是因为我们去京都住的那一间饭店 它一进去的时候就有那种这种香的味道 就是它这个香你是烧的当下会觉得很香 但是呢你在这个空间里面 过一阵子还是可以闻得到那个香留下来的味道 就很像那个宫里的娘娘 他们不是都会在室内烧香吗 然后那个香就会一直留在身上啊 或者是你的那个沙发上面 就是那个环境都会是那个香的味道 但是不会留太久 因为它不是那种香精 早上点然后你可能到下午还闻得到 但是晚上就没有了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 因为这个香呢当初我买的时候觉得还蛮便宜的 然后就多买几个 那另外一个是白莓香跟桂川 然后一样是这样子 不同的颜色的 我觉得这几个味道都很好闻 所以我就是交换点 那这个是稍微咖啡色的 它有白莓色香龙脑等等的 就是有它说什么神秘的感觉的 就是每一款香它就会有不同的氛围啦 但我记得那时候买就是都很便宜这样 这四个是我在京都的时候买的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日本买的 这个是我男友买给我的 因为它那个时候我们去大阪还是京都逛街的时候 然后他就有看到这个APFR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的香氛呢属于比较流行的那种香 然后它的香是可以留比较久的 那这个味道是Process 之前有分享过它这个牌子的有出两种香 一种呢是这种长的像我们拜拜用那种香的感觉 然后它的味道是比较偏向现代感 比较像香氛类的 它比较像那个我们平常点的蜡烛的那一种味道 那它有分超多种的香味 如果知道这个牌子的人去日本可以买买看 我觉得他们的香真的还不错 就是不是弹香的那一种感觉 然后它另外还有一种 是我朋友之前去日本的时候 我请他帮我买的 这种呢它就比较好带一点 它是白茶的 然后里面有20个 是这个小小的 然后它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铁盒的包装 你们看它就是这样 然后里面有这个 它是这样一颗一颗的 白茶的味道 很适合放在女生的房间里面点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的 这个POSES 它们的味道就比较偏向男生一点 可以这么说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胡椒啊 什么那种比较中性的味道 然后这个就是完全的花香味 很推荐如果你是不喜欢那种弹香的人 你就可以去闻闻看 这个是比较偏向 现代感的那种香氛香水的那种香的味道 然后这两款香 它们在室内留的时间 比刚刚那个京都的小的香还要更久 它的这个香呢 是可以留到可能你早上点 然后你晚上或是隔天 还会有一点它的味道 所以就留在室内香氛的感觉会更多 然后香味也比较浓一点 所以这些是我目前有正在点的香 然后我都还蛮推荐的 然后接下来还想要分享我的一些疗愈小物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台子 然后它这个不是水晶 这只是一个白饰 然后它是上面会有那个 弹香的味道 我还蛮喜欢弹香的 它就是会一直有那个味道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另外它旁边的这个 我是放了一个白水晶醋 那它是我之前在逛街的时候看到的 这个是在那个统一版级 他们有一些小摊贩 然后他们去那边摆摊 但是实际是哪个牌子我有点忘记了 我觉得买水晶就是看缘分 就是你拿在手上 你觉得它很适合你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你就可以买了 那这个白水晶柱 它就是主要好像是可以画纱 然后增加贵人什么的 那我自己就觉得 不管它是什么功效 我都觉得很喜欢 然后看的觉得很漂亮 所以我就把它跟这个一起摆着 然后放在我的一个小小的柜子上面 另外这个呢是我跟我朋友买的 因为它有一个水晶的店 然后我会把资讯栏放在底下 大家还可以做参考 就是一颗很漂亮的 这个月光石 它就是会有那个月光的 这个亮度 你们有看到 它其实算是蛮小颗的 然后呢它再搭配这样子的一个 美人鱼理念书线的那种贝壳 然后它上面有我很喜欢的金鱼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上面刚刚好 就是非常的漂亮 那平常呢我是把它放在我的床头 月光石呢就是可以助眠 然后比较稳定情绪 所以平常呢我就是把它放在我这个床头上面 它就可以陪着我一起睡觉这样子 那还有一颗呢是我很久很久以前买的 这一颗至少了十几年了吧 它是一颗紫水晶 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它很喜欢去买它呢 是因为它里面看起来有一点那个黄黄金金的东西 在里面我就觉得很漂亮 然后呢 我每次在买水晶的时候 我除了会看它是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以外 我就是会把它握在手上 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就是我把它放在左手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可是呢我放在右手的时候 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深 但是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每次都有 但是呢我去现场看水晶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它握在手上 然后感觉一下它是不是我喜欢的这样子 那主要还是会看它是不是我喜欢的样子啦 那这一颗呢就是跟着我一起陪伴我非常久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台子上面 然后放在我的书桌后面 然后希望它可以让我就是思绪比较清晰 然后比较有智慧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止水晶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疗愈小物给你们做参考 如果平常大家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多多就是利用这些疗愈小物 让自己的心情灭得比较平静 然后做事情也会比较顺利 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如果我找到的连结 我也都会放在资讯栏的地方给大家做参考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拜拜 Aaron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